四点金丝堂的厨房已经很热闹 烹煮餐点为潮山做准备 一大早呢 我们就好多的志工都已经回来 我们的心灵的家 那有的人就很忙着在煮面 煮瘦面 有的人就忙着煮汤 那还有很多人忙着打包寿陶 我们希望来 所有来潮山的会众 都可以领到我们 香吉菩萨满心的一个 制作出来的寿陶 这些寿陶都是八十岁的老婆萨 亲手做成 当天家人也一起来帮忙 总共做了四千三 讲四千人都是有多的啦 做给商人 还有跟大家接言 跟我们华清啊 今天我跟我母亲徐贵英 然后姐姐林慧祖他们一起来 帮忙做整那个寿陶 它里边是莲蓉 然后包起来 手工做的 对 全部都是手工做的 把乐腾腾的寿陶 包装成精致的小李兰 与潮山的志工和民众结缘 里面有两个小寿陶 感觉很 它十分精致 感觉它很好吃 然后感恩制作人的用心 大海新闻冯绿熙 马来西亚报道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